好,这里是国际服的官网 那么今天国际服终于迎来了他们的冬季版本,觉醒版本 然后他们本来应该是9月份那个版本就应该有季改 但是后来他们说把这个季改就拖到了觉醒版本 然后这个目录也说了有新的五转技能,有杰特的既改 然后是既改,有一些QOL之类的改动 然后是资源图书馆第六章 这个最高级贝勒德,这个项链的调整 然后有MVP,这个技能改善,还有任务改善,道具的改善 也项目的改善,系统改,系统的改动,修复了一些BUG 然后就是觉醒版本的一些活动 这就是冒险岛跟热力 那首先,这个新的五转技能 在国际服务当中只有两个需要关注的 只有两个需要关注 就是杰特,杰特他的技能 它就是以架的一辆战车,你可以飞行的 然后是林芝林,林芝林是一个像马戏团一样的技能 它持续时间50秒,然后召唤这些,召唤一个,生成一个区域 对五名敌人造成一千伤害 有十次,每四秒,十次 然后模式更改的话,它会激活一个attack,然后攻击十次 造成一千二百七十五成,还十二次 那这个,冷却15,冷却15秒 总冷却180 那也就是说,持续时间内最多有11次攻击了 这样子 然后它有一个杰特的技能改动 然后它目的就是提高它的机动性 然后改善它的动作延时范围,还有攻击范围 然后为了提供更加的便利,还有战斗的体验感 首先一转,这个射击的那个技能 Mana cost has been reduced 添少了MP的消耗 然后这个blaster bearage 也是降低了MP,然后增加了伤害和工具范围 Galactic Might 它就取消了动作的 这个施展动作 二转这个,就是它这个技能的升级版 修复了这个伤害,不会生效 这个错误 stealer impact 还是MP减少了,伤害增加了 然后攻击次数,从三次增加至四次 它这么改,是可以在空中使用 然后该技能使用的时候,你可以移动 你移动的时候使用该技能 它有一个新增的功能 然后使这个角色停止 然后停在一个地方 bounty chase remove remove skills casting action 取消动作延时 这个取消施展动 取消施展动作 三转 就这个技能,还是这个技能升级版 它这么改,就不会自动移动 它不会自动移动 it will be move when you press the arrow keys 也就是你要按方向键 才能移动 Falling stars 还是减少了MP 冷却时间 10秒 降至8秒 调整了动作 还有动画的延时 Turrent deployment 减少了MP 还有冷却时间 伤害增加 然后最多的可攻击 敌人数量 从两只降为一只 修复了玩家 不会接受到普通伤害的错误 技能持续时间 会在增益窗口显示 然后新增 这个攻击反射无视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攻击 带有攻击反射的这些怪物是不会受到伤害 修复了攻击效果 有时候不会显示 不会恰当显示的错误 改善了这个敌人的攻击 不会应用到很靠近的这些敌人的部分 然后这个 Sleep stream Sleep stream shoot 还是取消了技能的施展动作 施展这个 18号有微调 Back up beat down 它的伤害增加了 最多的可攻击敌人 数量 有5名 增加至8名 然后攻击次数从3次增加至4次 Movement speed 这个移动速度 增加 然后在一空中使用的时候速度增加 Gravity booster 取消了技能的施展动作 超级技能 Singularity shock 技能的延迟降低了 改善了这个 Pose it Pose it attack 就是 它前置攻击 不会应用到很靠近的敌人 5转技能 5转技能 什么是 Sport beat Sport beat Toe strike 这个技能可以在半空中使用 然后它是一个强化 Teren deployment Teren deployment Strike for shutdown Showdown 还有这个 Star for skill 会添加至这个V矩阵 然后这个强化的效果 会添加至以下的强化核心 这样子 这个原本Falling star booster 就变成了Falling star 加上Teren deployment Deployment 然后Star force Servo boost 变成Servo 就这Servo加上Strike for shutdown 就加再一块 Backup beatdown 就加上了Star for 然后面都是 原本你应该 在9月10月的时候 见到的一些记载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然后值得一提的是 战国这一次也有记改 看一下 在下面 Hayato 前面的好样 Hayato 具体名称 你自己去找个中文名称 我都不记得 Post skill delay has been reduced 他的前置技能的延时降低了 他的前置技能的延时降低了 然后新增了一个指令锁 新增了指令锁 新增了指令锁 然后Hitokiri Hitokiri strike 冷却会显示在增益窗口 什么Fallcon dive Hitokiri strike 新增 新增 连接这个Rising slash 的一个 的一个 的一个连接 就是连接技能 然后 Tenquins Denquins Denquins Change to skip Action Frames 就可以跳过动作 增 动作框架 然后 添加 可以 连接这个Rising slash 的一个功能 Tornado Blade 它的这个前置技能延时降低了 Mulity Light Mulity Might 然后你可以在使用的时候移动 Gotta Blade Tornado Blade 也是一样的 林芝林 Fishy Slate 然后你可以 在按键的时候移动 Formation Attack 这个叫编 编对攻击 是吧 也是也是一样 按键时候可以移动 Tornado Flight 他在控制这个龙卷风的时候 有龙卷风 可以 也可以移动 Digone Mulker 也是可以在施展过程当中延时 移动移动 Mulker 后面都是一些常规的 之前都有见过的改动 然后 然后 图书馆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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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nd Easter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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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为这个bug原本是韩服要修复的 那现在的话不仅是台服国服国际服也要修复 所以呢考虑到他这个修复之后 然后原本有些人他应该两套项链加一个加戒指加耳环就能够凑齐的 但现在做不到必须全部凑齐 那么他们腾空出来的腰带就必须变成贝勒德 那么现在就是补偿补偿腰带的时候 台服之前也是补偿腰带 那么现在的话你可以把另外一个属性不太好的项链换成其他项链 或者是凑齐其他的套装 然后MVP MVP他们现在才改 他们会新增红色 红色这个套装 不知道他们花多少钱 每个服务的具体价格好像不太一样 然后他们每个月是可以拿到那个MVP套装 那个礼包的 然后技能的改善 技能改善 技能改善 应该就修复bug之类的东西 这也不是很重要 因为大部分要么就是修复一些细节上的问题 要么就是修复一些平常使用性不太强的一些内容 对于这个伤害段数没有什么影响 基本上是影响游戏性能 或者是有的时候会掉线的问题 或者是有时候用不出来 有时候某种条件下 就是显示效果或者伤害的问题 还有透明度之类的东西 然后任务改善 然后改善 然后下面都是道具的改善 然后项目改善 这个神秘盒的效率提高 其他服应该都有改 他国际服晚一点 然后猎场的效率改善 然后金冠军的调整 然后金冠军的调整 也不看了 然后他 可以提一下 他们要关闭马来西亚了 他们马来西亚将会从世界地图上删除 然后马来西亚的入口会被封锁 那么以下他们里面的任务也无法做了 然后在维护之后 所有在马来西亚地图的人会自动传送到射手村 所以我们所有的职业可以选择六种皮肤颜色 可以选择六种皮肤颜色 可以选择六种皮肤颜色 然后这些品牌里面的贡猜 就是它就是它那个 那个存钱的那个那个罐子 will be sold until 1月26日,1月26日之前你还能买,然后之后就应该是下架,the two-tier description will be displayed,也就是它会显示那个日期 Infectious Bone Pattern 应该是其他内容,不是独家 看一下 System Change 这应该都是跟韩服一致了 Increase Bera Channel 冬季的时候,Bera世界频道变成30个 Face the issue where characters will receive damage During the time they should be invincible after reviving with Bistainless Bera Reborn skill 就林芝林的这个Bera Reborn这个技能 他们修复了在他这个技能之下 本应该无敌的 但是他们还会收到伤害的一个霸 应该其他都一样的 往下看一下吧 non-issue 有今天更新的道具潜能信息可能会在说明的上面不见 Bera Belle 藤兰兰兰兰兰兵会提供错误的超级世界传颂史 出品 传颂史 出品 év çık 错误的超级缩地时会被移除 然后在下一次维护会替换成正确道具 在128版本之后获得的道具潜能 不会在使用放大镜的时候揭晓 这是一个绑 You would like to ask everyone to please do not perform any action that change the item specification such as enhancing cubing and its growing on the items that are obtained after 218 update and have the above potential related non-issue until these are checked 就告诉你暂时来讲 不要去动这些有潜能的道具 就不要去强化洗魔方或者是加卷轴 然后拍卖的这个价钱标签看不到的 there is untranslated test when clicking the quest mark on maple guide 就是那个向导有未翻译的内容 然后是觉醒的一些活动了 然后他们很常规还是会有超级逗然活动 他们有两段时间一个是十一月十八日到十二月二十二日 第二段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一月二十六日 也就是说你有两次机会 就一直升到200几 然后他的活动 他那个奖励一直到二百一十几 都是宋经约核心宝石跟核心宝石 然后他们有 窦然世界 跟东南亚不一样 东南亚是没有 那么他们这个窦然世界 只有一段时间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窦然世界练两个角色 然后在本区再练两个超级窦然 那么一共有四个窦然号 所以的话是相当好的练联盟的一个机会 然后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会有世界转移 跟韩服是一样的 世界转移是一月二十七日到二月十八日 必须要达到一百五十七才能够转移 然后神之子也要完成第二张 但是你完成第二张牌不够 你要达到一百五 所以的话 神之子要 要抓紧一点 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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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服当时都是一百三日节 就它是一百五 然后你转移的时候 最多是五个角色 那也就是说 你现在可以利用 这个 窦然区的优势吗 你竟然可以转移五个角色 就利用那个窦然世界上的一些优势 去练一下你的耗 这也是可以的 你又又有一个角色 你又有一个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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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 你有觉醒里面的一些东西 你转不过去 你必须在转之前用 然后觉醒的一些活动 跟东南亚一样 就这也不想去提了 到时候看一下 有没有一些 跟东南亚不会太一样的地方 竹苗商店 装饰商店 啊 这个伤害皮肤 这伤害皮肤 在东南亚也是有 但是好像他们是东南亚 那商店是韩文 但是我在提取器 在VCompare是可以查到 有这个BMK的 这个伤害皮肤 他们都想要卸了 这个 没了吧 然后周日冒险岛 周日冒险岛 他一共有四周 但是总体来讲 不是特别亮眼 第一周会送这个表情 然后 符文经验两倍 这个连续击杀九 经验三倍 然后常规的 点数两倍 然后第二周 保罗 普利伊托 还有福 和火焰狼 经验两倍 然后12月6日 内在能力潜质费用五成 这个 咒语痕迹 强化的费用五成 12月13日 送三个 送三个双倍经验值券 然后心智力强化成费用三成 就没有了 所以不是很亮眼 东南亚他们还送那个 极限成的秒 然后他们有连续三天的热力 所以要上一下 冲击一下 30%跟15%的卷主 也是可以的 或者说你想要上70%给 全上了 都是有机会 可以争一下吧 比如说神的字 可以上一下15%的卷 然后多背一下 白衣卷主 所以基本上 这一次国际服务 非常常规 他们那 他们东南亚 还把那个龙船 也 龙船 那没有 既没有威斯 又不能参与活动 还给他弄了一个 这个 自由转职 所以基本上会变远化了一样 那么这一次 国际服务的决定版本 就看到这里吧 到时候的话 一月份 他们应该会有其他的 另外一个版本了 到时候再看吧 多许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